你不用怕,你不懂得點菜 因為他已經做了一個十度的套餐 一萬五千億 梅田 我今天準備了一個空氣的胃 和一個十滴滴的行程 我打算在梅田這裡填滿我的胃 這裡我會形容它為 街坊駕勞端燒 因為我眼前這個畫面 有很多東西吃 我數過了,你可以吃到 70款不同的勞端燒 這裡你全部看到的東西 除了這隻蝦之外 全部都是300日圓一元 吃勞端燒一定有位蕭芳 在中間幫我們燒東西吃 然後拿一個獎帝給我們 吃吧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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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試吃這個人氣第一次 你感覺到嗎? 你不用用嘴巴去嘗試 你用眼睛去目測 你也能感覺到它燒得剛剛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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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燒得很好 帶子生鮮甜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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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時如果自己燒海鮮的話 我吃不到帶子裡 還有那種濕潤的感覺 可能是我燒得差 可能你燒得好 好 這個蝦是全場最貴的 600日圓 但我覺得它是值回跳價 因為牠真的很大隻 鮮鮮肉出彈牙 新鮮燒起的海鮮 自動加300分 好,蝦高時隔 好 棒 高度很甜 600日圓 600日圓 我要結尾這個 謝謝 你想想 一條在你現場即燒的 爐端燒花魚 300日圓 好吃 300日圓真的很值得吃 我覺得這樣 這裡不是只吃食材本身 是吃它的手勢 我覺得真的很神奇 哪一種材料你讓它燒 它讓它燒得剛剛熟 我覺得我還可以多吃兩道大籽 不好意思, 還有一塊蝦蝦 兩塊 乾杯 來大阪玩 梅田、心齋、橋南坡 你去得多 北新地也要發掘一下 因為北新地在大阪人眼中 就像東京的銀座一樣 裡面有很多高級餐廳 我也隱世小店 這次帶你吃隱世的東西 餐廳是在這裡的二樓 不過你別打算坐升降機 因為升降機是不到的 走樓梯 我們現在吃割烹料理 是甚麼來的呢 割烹料理的精髓 就是一定會有開放式的廚房 然後廚師在你面前 一道一道料理地做給你看 那我就坐在這些鏡頭 好像看表演一樣 看他做食物 而這裡的割烹料理 你不用怕 你不懂得點菜 因為他已經做了一個十度的套餐 一萬五千日 好, 要吃醬 好, 要吃醬 就吃醬 好, 要吃醬 這是南本県産的黄毛鮑魚的材料 是 好 我來吃 很美味 很好吃 夠珠葛香料理 剛才我沉醉了在刺身海膽拖路的世界 我轉頭就投入了黑毛華的懷抱 很開心 謝謝 很高興 喜之刺 平時一條有多貴 他說他最有自信的就是煮麥 我就嘗嘗他的手勢 這個很好吃 煮得很入味 而且魚肉剛好 就是不會太熟 很熟悉 完成了 謝謝 很高的魚 很高的 對 只是小一點 但我會提供自己的手勢 是 北海道的蝸蝸 和 蝸蝸的土鍋餐 哇 你看我吃這個角烹調料理 還在我面前有這個火槍表演 好香 很香 很香 嗯 很笠 很笠 吃完 牛油和粟米 很香 很笠 很笠 而且他煮的時候, 你已經聞到香味 好吃, 謝謝 世界文化遺產, 法龍子和法喜子 加上法輪子的三座佛塔 叫班溝三塔 平常行一個圈, 只是路程一個多小時 現在開車, 二十分鐘有找 省時間也來, 又好玩 出發了 雖然這輛只是高卡車 但是他也令我想起我很多年沒開車 可以了…上手了… 你在這裡不用指望, 你可以踩得很快 我現在正在走二十 我覺得好像突然把整個班溝 變成主題樂園 我再轉入另一條 再漂亮一點的田園小路 這個位置很漂亮 最壞是不可以一邊開車一邊拍照 如果我很想拍下我前面的景色 這真的不是一個大路的玩法 因為路越來越小 而且看一條路多小 好, 到了我這個 班溝三塔自駕遊的第一站了 這個就是法輪子的塔 先說明, 我不是為例泊車的 因為這是他們自駕遊的指定停車位 你想想, 我的車泊在這裡 然後我站在大約這個位置左右 各位團友, 我們現在要去下一個景點 就是三塔之二, 八喜子 這些路真的要用這輛車才能開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用這輛高卡車 來做自駕遊呢 你想想, 平時你開一輛普通的私家車 又或者你的旅遊巴 其實你專門進來這些路 我覺得這個旅程很棒 你看, 這個位置是不是很棒 那邊, 法喜子正門那裡 就是大路路線 這個位置就是越長小路洞瀕位 這個是日本最古老的佛塔 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而前面還有一大片花田 做它的前景 但我想說, 它十月再漂亮一點 因為十月的時候 這片花海是更好一點的 但現在五月我也覺得還可以, 對吧 最後的最後 你選一間漂亮的古民家咖啡 然後再選一間很和風的甜品 節省它 這個斑溝吳大路自駕遊 與外居同遊, 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就完滿結束了